空中访民情,你好,我是一心 今天我们把焦点放上了我国的经济 关注经济明白,中小企业了 今天在现场的除了我之外呢 还有我的嘉宾主持 新传媒电台中文新闻组的高级记者林凤玉 凤玉你好 大家好,我是凤玉 除此之外的,今天来到现场和我们畅谈中小课题 中小企业课题的就是贸工部政务部长张思勒先生 部长你好 大家好 其实部长您自己本身 2013年起就带领了中小企业的工作小组 这个月其实也刚刚组团到其他的亚洲国家 包括了韩国和香港去进行考察的 那么在这些年出外考察的经验当中 有没有发现哪些是值得我们新加坡借鉴的地方呢 其实很多 我到了那里就跟那里的政府官员他们接触 在政策方面 大家都是希望能协助中小企业扩大他们的业务 但是当中的不一样是 新加坡我们的这个协助中小企业的配套跟援助非常的多 比他们多了几倍 听说香港人他们的这个创业精神是非常强的 很多人都希望可以当老板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看到的一些他们创业的这些例子 香港人喜欢创业 大家都知道他冒险精神比较大 我觉得新加坡人也是想创业 但是他们需要一个这个创业的环境来鼓励他们真的去创业 我们这数据显示是80%的大学生毕业生 他们都希望创业 但是10%真正的创业 所以这当中可能这个距离我们需要缩短 新加坡我们也有本身的这个创业中心 就是在阿拉加那里我们已经设立一个叫做Launchpad了 就是创业的起点 就是在那里有差不多1000个起步企业在那里运作 500到1000个 然后他们在那里的整个运作有些已经扩大了 所以我觉得新加坡是每年都有差不多4万个新公司创业 是挺多的 创业当然就少不了要融资 那么据我跟这些中小企业他们所了解 融资其实上算是一个 也是一个令他们蛮头痛的问题了 我有听过他们在融资方面遇到一些困难 所以在这方面 其实是政府已经推出了一些不同的计划 但是我们就是在看到这些计划 有时候可能推出去的时候 只有某些的企业受惠得到 但是可能一些微小企业受惠不到 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还是在研究 然后希望就是今年或者在短期以内 可以看到一些成果 因为今年我的一大目标是希望帮助中小企业 去国际化 就到国外去开阔新市场 所以如果贷款方面这些有问题的话 我现在跟研究小组一直在讨论 怎么在这方面跟本地的银行 合作得更加密切 然后帮助一些中小企业 现在马上要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 现场有这位朋友 Hello 你好 贵姓 从事哪一行呢 嗨 我是方伟达先生 我是从事印刷行业的 从我的传统印刷业 我感觉大概90%以上的同行 他们没有想过通过政府合作 来提升或者转型 我想问的问题是 政府如何让更多的传统印刷 像我这种行业去了解这么多的不同的政策 用来转型或者提升呢 在这方面 方先生 你已经知道Spring了 也可以到中小企业中心 我们让我们的这些中心的顾问 帮助你到你的公司那里去 然后看看你有些什么地方需要改进或者转型 然后好像在科技方面的运用 因为好像A-Star这方面 他们帮助几千个中小企业 帮助他们用这些新的科技 然后你在转型方面 就有我们政府方面的这些资源来协助 部长 刚从方先生提到的这个问题的时候 有一个现象还有提到 就是说90%的这些业者 他们都不会主动去申请政府这些援助 其他的传统行业也有这样的问题吗 你觉得到底问题在哪里 也会有 可能他们对这些援助的计划不大了解 另外一方面可能有一些是觉得 跟政府申请这些援助的计划 要申请表格很多 很难选 很麻烦 他们又用这样多时间 其实不然了 我们已经设立了很多中小企业中心 这些计划都进行了几年 我们已经学了 我们也缩短了整个程序 所以要对政府有点信心 当然其实今天我们现场接你的电话之外 我们也预先通过留言机收集了一些问题 我们来听听这位听众有什么样子的问题 当时的部长以及大家好 首先我感谢政府不遗余力扶持中小企业 但是营业与能力成本还是大问题 我们到海外没有竞争力 新加坡市场又小 我们还是突破不了困境 眼看生意每况以下 那请问张部长 如何才能够真正对症下药 帮忙我们这些小型企业 解决这个大问题呢 就是在这方面需要大家思考说 它怎么改进 怎么自动化 能不能有这一个自动化的机会 在国际化方面 是有几点需要考虑的 第一是你的合作伙伴 你需要找一个对的生意合作伙伴 就是它的量或者规模 跟你差不多一样或者这样 然后大家合资 然后在里面就打入这个市场 第二就是你要有真的不能放弃 要有这个决心说 真的要去过大这个市场 然后我们还会帮你联系 帮你连接 然后帮你介绍这样 因为毕竟新加坡政府 跟很多不同的国家 尤其是亚西安国家 我们的联系非常密切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听下一通的电话 喂 你好 贵姓 我姓洪 洪先生 什么要责提问呢 我们是开饮食业 是中小型学 现在政府批准外国的学生 可做八单 当时是指定的学校 政府可考虑 让良好记录的私立学校 也批准做八单 也改善我们的服务业 人手的短切的问题 谢谢 可能这个建议我是让 就是有关部门 是人力部 他们去考虑 然后如果他找不到 人力的话 其实我是东北区市长 然后我们新加坡 有五个市长 事业人士通常都会到 我们的这个社理会里面 然后就登记 说他们需要找工作 所以有时候我在我们的社区里面 那些咖啡店 什么 我有帮他们找一些人手 就是从这些事业人士 要找人手 电话街上有这位朋友 听你有什么问题 怎么称呼你呢 你好 你好 我叫Mark Mark 部长你好 你好 我是从事餐饮业的 所以是否政府可以有一个指导原则 或者一个框架 或者一个蓝图 让餐饮业的那个业主 能够有一个reference 就是可以从那里找手 然后再直接mollify 或者改用到自己的 不同的领域上面 其实每一个就是餐馆 他餐饮业 他的都运作模式不同 如果说在厨房的话 我也是有看到 就是在厨房方面 以前就是有一个大厨师 还有很多助手 然后在几个月过后 他因为他们自动化 又回去这个餐馆看了一下 他因为他煮菜方面 都是用机器的 就是就没有人真的去煮 他是准备那个材料 然后丢到他的这个锅里面 他锅是自动化 他的锅一直在炒 很大的锅吗 对 他就是一个人准备十份 然后以前他说 我问他 他十份需要多少人 他说需要六七人 来准备十份 然后现在是一个人 最终要是好不好吃啊 好吃啦 公保鸡丁 因为我会觉得 OK 要厨师煮的比较好吃 机器煮的会不会好吃 对对 我也是 当初也是这样的想法 但是他最主要不是因为是机器煮 他主要是他材料方面 他其实还是需要厨师他的 他的那个 对 他的 所以要师傅 他formula 然后他输入电脑 所以用电脑来自动化 所以有不同的方式 要看餐馆本身的这个运作模式是怎么样 不过至少像部长所说的 还有一段路可以走了 所以如果说大家积极的话 有决心要去改变 或者转型的话 真的我们会跟你合作 然后跟你一起思考 因为怎么讲 这整个旅程是 政府也是希望企业能成功 今天特地感谢来自贸工部的中部长 张思雷先生来到现场 和我们听众进行现场的直接交流 我是一心 我是凤玉 今天非常感谢凤玉 宝刀相救 来自我嘉宾主持 感谢您收听 958空中访民情